鬧離婚 肯夫抓狂 雷必妻 台南證明向警方 治首的42歲蔡新男子 因為懷疑妻子外遇 還有為了孩子教養 以及經濟問題 和妻子爭吵不休 25號他去找疑似妻子外遇的男子攤牌 說怨和妻子離婚 但對方否認 他氣得回家找妻子李潤 兩人爆發口角扭打 他失手勒死妻子後 自己打電話報案 警方到場後 他將鐵門拉開 讓警方進入 死者已經躺在客廳 已經無生命跡象 死因還要等明天 報警檢察官和相驗才能確定 住下大戳後 他十分懊悔 再緊急對家人懺悔 東新聞台南報導